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将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将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十四种命中带财的首相 正所谓掌中有日月,闻可看命理 虽然人人都渴望追求钱财权势 但钱财权势仿佛也认主人 一辈子和钱财有没有缘 不是生辰八字注定,就是由身体发肤,早早写好 而首相就是这样的道理 看似杂乱无脏 实际上蕴含着人与钱财是否有缘的奥秘 今天小将之老师就来为将友们揭秘 哪些首相特征的人一生注定有钱有势呢 掌纹深刻且清晰 首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一个人的天资 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 首相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 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 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 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 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 事业发展也会很顺利,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 首财文深长 在首掌感情线的上端 有一条平行与感情线的文就是首财文 也叫理财文 此文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和首财 首财文长,代表近账多,守的财也多 首财文短,则代表近账少或不易守财 首财文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 会挣钱也会守财 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首相之一 首如干将,夹到必仓 首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 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 而握力靠的是干的阳气 如果干功能能旺盛 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有这种首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 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 不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 又不畏艰难的任性 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 以掌面为中心 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 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 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 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 手掌浑润表示此人血气足 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足阴,主腹 手掌后而负弹性,肤光滑柔软 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 福泽身后,福禄天成 由此首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 一生财云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 多财富文 在大拇指第二节文与掌文交界所形成的交叉文 或一些斜文形成的三角文,菱形文,钻石文 或类钻石文,均可统称为财富文 财富文以建方格文或菱形文为最佳 不论横文或植文 文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 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 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 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 财运线深且清晰 财运线又名水星线 是位于水星丘及小指根部的短竖线 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 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 且没有其他障碍线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 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 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 财运顺利 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 荣誉会大富大贵 掌心凹陷能聚财积富 如果把手掌笔做的聚宝盆 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 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 积累程度 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富 有这种首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 是最容易发达的 年少家底丰厚 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 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 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 万年幸福安逸 五指长短有序 中指稍长 从首相学来看 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 成就配偶和子女 五指修长长短有序 间隙合宜的人 各方面各有所得 福则绵长 由此首相的人天资充颖 少是能得到家人庇佑 衣食丰足 青年夫妻恩爱 子女缘 身后 一生运势平稳 其中中指稍长的人 说明此人善于计算 做事情缜密有条理 能挣钱理财 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利 对自己的要求严格 也很容易大富大贵 狮子有三约文 一般人在狮子上面 有一条横文叫做指节文 如果有三条指节文的话 叫做三约文 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 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 如果是女性的话 有很大的机会加入富贵人家 寿夫加福音 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 衣食丰足 男性的话也会取得有钱娇妻 太阳秋丰满高龙 太阳秋在无名指的根部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 才能与生命等 如果手掌中太阳秋丰满高龙 颜色明润 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 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 另外 有这种首相的人 大多性情温厚 正派乐观 个性明朗 有较高的素养 通常有很好的人员 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 衣食丰足 家庭幸福美满 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 木星秋饱满 木星秋位于食指下方 代表人的意志 欲望 地位和权力等 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 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 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 与好胜心的强弱 木星秋饱满明润 而富有弹性的人 大多热衷名利 自负骄傲 充满雄心斗志 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 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 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 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 掌纹成M型 M字首相是指 事业线自首万处开始向上延伸 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 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 形成一个斜的M型 又有这种首相的人 事业心强 属于打不死的小强一类 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取得成就 不过在别人看来 你就是一个工作狂 像学中也成为劳碌命 不过不同的是 这种劳碌命财运不错 必须注意身体健康 调整心态 有贵人线 所谓的贵人线指的是 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 圆润清晰的弧线纹 这条纹大多数人都有 但基本上都不明显 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 大多贵人运非常好 在事业和生活中 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 因此财运极好 在赚钱方面非常的厉害 与人有此手闻的话 浮运较好 容易嫁到有钱人家 男人此闻清晰 则事业有成 资产丰厚 一生不为钱发愁 日子月过月富裕 拇指凤眼纹 人的拇指声 与手掌的金星秋部位 主一声甜宰 关露的丰烛程度 而拇指上的横纹之间 如果形成闭合圈纹 形如一眼形状 则是典型的凤眼纹 换言之 也是难得一遇的前眼纹 拥有这样纹路的人 手气极佳 运气傲人 做生意往往只赚不亏 一生广交朋友 财源广阔 不但有横财 更有贵人相助 到了中年之后 可有钱有势 不过以上只是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说的 因此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 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见